今早早我在东涌开街站 街站完结之后 我们离开现场之后 我们的其中一位义工 因为跟人有一个政治意见的不同 是遭受到有人涉嫌开车撞伤他 幸亏他的伤势不是很严重 他主要是手和脚都有受伤的情况 我们已经即时报警处理 亦都要求警方严肃依法去处理 对于今天发生的这些肢体的冲突 是予以严厉的谴责 有任何的情况什么理由都可以 是不能够掃出暴力 现在的情况就是 涉嫌是有人开车撞伤 现在选举是在职 社区不断有不同的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 或者是被干扰的情况 包括今天是有人遭受到 有司机蓄意开车撞伤一个义工的情况 而小的民建联的议员的同事 办事处是被冲击被破坏 包括我自己的办事处都被两次破坏 我们民建联是已经 最近是多番地和当局表示 特区政府是有责任 做好一切的措施 去确保选举能够安全 顺利地进行 而不受干扰 也都要给市民一个信心 是在11月24日当日 选举当日 市民是能够安心 可以有信心 安全地走出来投票 否则的话 这样是真的会严重地 影响到选举的公平性 我想我们不会在现在这个阶段 就说去呼吁政府 去将那个选举延期